堂妹黃珊怡 這日出席新經理人公司簽約儀式 還獲老闆送出一把金鎖匙 代表她是公司的靈魂人物 令堂妹非常開心 而堂妹未來的工作大計 亦相當多元化 連藝術範疇都會觸及 其實我老闆一直給了我很多自由度 在工作上 特別是在音樂上 接下來 除了會有很多藝術方面的發展 譬如今天大家看到 在背景上也有一個新的 我和一位叫小律英粉的日本藝術 去融合了一個 我自己全新的堂妹的一個公仔 亦會有她自己的故事 會有她的股票 周邊的產品 另外就是在音樂上 我們也會繼續做 因為我已經找了Paul哥哥 出生來寫一首歌給我 會是我接下來的專輯其中一首歌 之後我會先回到內地開音樂會 以及準備和Lo哥哥林曉峰大哥 一起去開一個Cross Over的音樂會 都會緊密地進行這件事 希望開完內地的音樂會 又可以回來香港開自己的音樂會 堂妹自從參加聲聲不息後 人氣大增 接下來她除了會在香港 內地 東南亞四處走之外 還有一連串音樂計劃要展開 都令她很期待 接下來的生活都是會 內地 香港 或者東南亞走來走去 我覺得近來一個窗口就是 講樂很多人再一次去 認真地對待講樂這件事 我覺得很難得這個機遇 那就可以我自己又做多些廣東歌 然後去到不同的地方 又可以跟那裡的藝術 又或者是無論是藝術或音樂方面合作 其實上完聲聲不息之後 都認識了 譬如我自己一直都很想找她去寫歌的無畏意 我希望未來回到她的時候可以找她去談 另外就是波哥哥又要回北京去談 所以很多事情都要你個人回到她 你才可以去談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我覺得在聲聲不息之後 還有之後又跟許願老師結了一個緣 我覺得很多事情將要在2023年發生 自從堂妹solo發展後 時不時都會有人問 到底堂兄妹何時再合體呢 這天堂妹就開康解答大家的疑問了 其實堂兄一直都在合作中 大家聽到《魔刀旅行》後面有一首歌 都是堂兄做的 所以我們依然在幕後方面做得多一點 因為她自己 我希望接下來如果我有些劇 就可以找堂兄自己的製作公司 去做後面的音樂 因為她現在都繼續捱家人底夜 開展她的新工 就是她自己的後期製作公司 我也覺得現在好像大家都長大了 各自有自己的一個 就是最擅長去掌握的領域 我也很替她開心